大家好,欢迎来到《圣经经证读》 邀请你订阅我们的频道,转发分享我们的影片 在下面按like和留下做走性的留言 在订阅键旁边就有一个小钟,就可以收到我们最快的资讯了 今次我们会和大家讲的内容就是耶利米书内容要点的图解 下一部分 这里就是从第26章开始至52章的图 这里就是讲到从犹大人攻击耶利米 到最后讲到补充秘劳历史 犹大人被迁徒的一个内容 其实这里中间最重要的章节 就在第30至33章 好,那我们先讲到下面那边 我们看到不同颜色的 正如这张图我们看到的颜色 粉红色的就是若雅径的年间 橙色的就是西底加的年间 所以这个粉红色的部分就是若雅径的时间 若雅径大约到公元前的608年 这里就讲到乌尼亚的殉道就是第26章 然后在第35章至38章的这里 都是若雅径的时间 就讲到利甲族人信服的例子 还有预言书被焚 耶利米被囚的这件事件 然后在第44章至45章至51章 中间这里有个粉红色的颜色 那里都是若雅径年间 公元前604年的事件 好了 这里就讲到第45章 就是对巴陆的话 还有这个内容 就是讲到对列国的审判和惩罚 包括埃及 菲利时 摩雅 阿门 以东 大马色 基达 和夏索 以兰 和巴比伦 正番的橙色的部分 就是西底加年间的部分 西底加年间 就讲回第27至28章 就是讲到对于列国和西底加寓言 附压巴比伦 还有第29章 就是讲到 既顺于秘鲁 劝安居 无躁 勿听假申言 那这里就是公元前的597年 至到公元前的593年的 跟着就是公元前的587年 那在这一年那里 我们就看到 耶利米书最重要的章节 就是第30章 至到33章 这里讲到 应许復兴 另立新药 和内里的律 而在第32章 就讲到 耶利米被囚 跟着就是588年的时候 京城陷落之前 在这里就有第34章 就是再次预言 西底加的明云 隔了这几章之后 去到第39章 就再次讲到 耶路撒冷陷落 西底加被俘虏 亦都讲到 基大利 至约克兰 约克兰 就是率领遗文的历史 仍然都是横梗 不肯听劝的 跟着最后 就是 京城陷落 就是公元前586年 写的 这里就是 已经去到 耶利米书的第52章 这里讲的内容 就是讲 补充 被老的历史 和犹大人 被迁徒的内容 好了 今节讲这个图解 就讲到这里先了 好 祝福大家